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胸后背等皮脂腺丰富的部位 而且青春期多见 下面我们看一下挫疮的发病机制 挫疮的发生主要与皮脂腺分泌过多 毛囊皮脂腺导管堵塞 细菌感染和炎症反应等因素密切相关 进入青春期后 人体的雄性激素特别是高酮的水平 迅速升高 促进皮脂腺发育并产生大量皮脂 若油脂不能及时排出而堵塞毛孔 则使艳氧菌 挫疮丙酸杆菌大量增加 破坏表皮细胞而引发炎症反应 挫疮丙酸杆菌也称挫疮丙酸杆菌 是皮肤上的优势菌群 期许于毛囊皮脂腺内 是造成青春痘的主要细菌 该菌能够产生一些分解皮肤组织的酶和免疫元性的蛋白质 这个图是挫疮丙酸发病机制的示意图 毛囊由于皮脂腺分泌过多 毛囊口狭窄堵塞 致使丙酸杆菌大量繁殖 造成挫疮 这两个图是青春痘患者 下面我们看一下挫疮丙酸的影响因素 首先是内阴 第一点 激素水平升高 进入青春期 雄性激素增加 刺激毛囊皮脂腺分泌 皮脂排除增多 阻塞毛孔 出现面部挫疮 此外 一些皮脂腺分泌发达的地方 如背部 其皮肤角厚也容易出现挫疮 二 遗传因素 挫疮存在明显的遗传倾向 如果父母双方均为油性或者混合性皮肤 曾经患过青春痘 那么子女患挫疮的机会就会增加 第三 皮肤屏障受损 过度清洁 使用造机洗面奶 反复去角质导致皮肤屏障受损 皮肤水油平衡破坏 成人挫疮很多属于这种 第四 感染 常见挫疮丙酸感菌和表皮葡萄球菌感染 也可见真菌或其他满虫感染 下面我们看一下外因 一 饮食不当 多食用辛辣 甜腻等食物 可刺激腺体分泌增多 二 生活不规律 生活不规律 熬夜等 使内分泌功能紊乱 集体抵抗力下降 细菌繁殖增加 三 不当使用化妆品 不当使用一些化妆品 如意出现毛孔堵塞 增加挫疮发生的几率 四 清洁不当 过度清洁反复去角质等 易导致皮肤屏障受损 皮肤水油平衡破坏 易引起成人挫疮 好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同学们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 3 3 4 4 5 5 6 6 6 虞 pelięcy